比亚迪的造车技术是真的一顶一的绝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烟车官X 我是薇薇 众所周知啊 汉EV这款车型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 由于现在的新势力啊 不断涌现 所以说呢 我们就想着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一看 汉EV这款车型能否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比亚迪王朝王的4sdn 来实地的体验一下 比亚迪汉EV这款车型 究竟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首先啊 我们来看外观方面 比亚迪汉EV这款车型 现在来看还是十分时尚 以及年轻的 而这一套设计呢 采用了一个叫做 双龙并行试能美学的一个设计理念 同时呢 在最早这款车型的概念车发布时 我就认为这个颜值啊 是一顶一的绝 甚至认为如果要是将这个颜值呢 完全下放到市售车型 那将会是同级别内唯一的一个绝杀 而如今呢 我们来看到这款车型的颜值呢 我们会发现 似乎它确确实实是完全照搬了 当年概念车的所有设计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看这款车型的话 它依旧是十分年轻 以及时尚的 来到车身侧面 我们会发现整个线条都是非常流畅的 这也得益于整个的设计语言呢 从车头一直延续到了车身侧面 而且啊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流畅的车身线条呢 也得益于这车的车身尺寸 而整车车身尺寸呢 来到了4980 1910 1495毫米 而轴距呢 更是来到了2920毫米 而在这样的一个轴距表现 也让整个车内的座舱空间啊 那是大幅度提升 并且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这款车型在隐藏式的门把手这里呢 还有一个汉的小logo 而这样的细节呢 也不禁让我们感叹 比亚迪的造车技术是真的一顶一的绝啊 进入到内饰啊 我会发现整个座舱的氛围 仿佛就是把我包围住了 而这个也是比亚迪 对于汉EV这款车型 所采用的一个叫做环抱式座舱的概念 而且啊 我发现车内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小细节 那就是比亚迪这个启动与停止 它不仅仅在是像以前的 只是将英文翻译成中文 而是将它的细节进一步的就是提升 而是将它这个下面啊 做出了一种像棱镜的感觉 并且呢 就是你从正上方去看它的时候 会有一种下面是元宇宙 然后不断的去给你啊 像漩涡一样 然后给你吸入的感觉 而这样的一个设计语言呢 然后也让这款车型的细节上 诚意满满 一进入到后排啊 它整个你所触到的地方 均采用了Napa真皮的一个包袱 并且将前排座椅调整成为 我的驾驶坐姿的情况下呢 腿部这个空间啊 它可以说是将近四圈的距离 这一点真的是让汉EV这款车型在后排空间上做到了一个无人能敌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那就是它的全车音箱均是单拿所提供的 而这样的一款音箱呢也会为你营造出一个更加优秀的沉浸式的音箱体验 而且我们将后排的这个小扶手拉下来 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这个手感呀都非常轻盈 而且它的轻盈不是那种很廉价的感觉 都是很有质感的 而且它所有全车用的阻尼的感觉呀 然后方方面面都很顺手 这一点是真的不得感叹比亚迪的进步 是真的是大大的进步呀 经过刚刚这些体验啊 也让我对比亚迪汉EV这款车型呢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并且所有的表现都让我认为是同级别内十分出色的存在 再加上其219,800的汽车价呢 也让比亚迪汉EV可以称得上是同级别内十分能打的存在 当然啊销量也证明了这一切 所以说呢这款车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不妨到线下店里面去看一看 而且这款车型可以称得上是比亚迪王朝网的一个王炸产品了 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延长官X了 我是VV就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